这个章节要从全球化开始谈起 听到这个全球化 英文叫globalism 全球共同关联性的这个主题 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全球关联 那这个题这个词啊 各位应该非常常从报纸杂志电视 甚至网路上面的各种文字媒体上可以看得出来 它很常被使用 但真正能够理解全球化的含义的人 其实不多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 全球化就是地球村地球村就是全球化 那什么叫地球村 就是我也不知道地球是一个村子之类的 那么这其实是要经过对比才能得知的 在21世纪出席的我们 其实是生活在人类史上一个不可想象的奇妙时代 我来做一个对照好了 大概在800年前 马可波罗 这个是古代世界有名的旅行家 各位知道吧 马可波罗 他从意大利旅行到中国来 他花了多少时间呢 七年的时间 你可以想见 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啊 四十上下而已 所以他等于是把人生当中的五分之一左右 就花在这段旅程上 而且后来他还回国 又花了类似的时间 所以在古代世界东方跟西方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大到呢 双方可能完全不知道对方发生什么事情 完全没有理解 再讲一个故事 在地理大发现初期的时候啊 有一个叫哥伦布的人 各位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吧 他是一个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人 当然啦 他一开始出航的时候并不是要去发现新大陆 他是希望透过从大西洋这边航行 看能不能找到其实在东方的印度 因为他相信地球是圆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出发的时候带了一封信 是当时的西班牙女王 Isabella 要写给蒙古皇帝的信 希望可以跟蒙古皇帝建立这个外交关系 那么哥伦布出发时间是1492年 你知道元朝什么时候灭亡吗 答案是1368 也就是说在哥伦布出发前的130几年啊 元朝早就灭亡了 可是100多年来这个消息居然没有传到西班牙 所以西班牙人还相信说东方有一个蒙古皇帝 所以我们要跟他建立什么外交关系之类的 你就可以相信在几百年前啊 住在地球上的各地的人们是彼此完全没有连接的 偶然有人跨越千辛万苦穿越的那些地理界线 要么是沙漠不然是山脉高原不然就是大海 来到了别人的文化圈 那就会变成英雄被勇士传送 像马可波罗像哥伦布等等 可是随着人类的技术不断的进步 到了19世纪就有一部很有趣的小说 叫做环游世界 哎几天 哎对没错 80天 到了这个19世纪的时候啊 火车跟轮船已经把人们的移动速度加了很快 所以有人环游世界一圈呢 只花了80天 当然这是一个虚构故事 但那也代表那个时代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然后再来这个世界就不断的不断的被缩小 其实地球还是一样大 是我们把移动的速度给加快了 当然了人类能够移动的速度 现在最快大概就坐飞机吧 飞来飞去 不过在20世纪的晚期 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面掀起了一种新的技术 这种技术叫做网记网路 现在我还讲这个 各位可能就是透过网路在看这段影片的 那当然就不需要解释说什么是网路了 但是你知道网路的无远佛界到什么程度吗 他等于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支进了一张网 而这张网上面的资讯流通啊 可以是以光速移动 讲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 几年前有一次在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 看到那个电视台 你知道我们台湾的电视台不是有跑马灯吗 就是什么即时新闻快报这种 就打出了一个让我非常震撼的消息 早餐都快试不下了 是一个非常棒的歌手叫Michael Jackson 他过世的消息 他过世的时间呢 是什么时候呢 是那一天早上大概 早上还不到八点 七点多被人家发现在家里面 然后就报警 然后消息就传开了 可是你知道我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因为他人过世在美国西岸的那个加州 可是呢 我远在地球另外一边啊 我在早上八点九分 我永远都记得这个时间 早上八点九分的时候 我就看到电视台跑出跑马灯 我立刻拿出手机 当时网络还没有信你现在这么快 但是已经有那种可以行动上网的技术了 立刻拿出手机 然后赶快翻一下那个网络新闻 过来已经出现了 一个人 在地球另外一边发生了意外 然后不幸的过世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歌手 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我就知道了 而那一天 几乎所有的电视新闻都在报这个 那你就可以想见 人类已经可以把讯息传播的有多么快 所以当我们可以彼此的交流的速度如此的快 就算在地球另外一边也像住在隔壁一样的时候 这种两个人或是两个国家两个文化之间的连接就显得超级紧密 所以在20世纪的末期 在大概1990年代 就有一种预言式的说法说 将来人类会形成一个像村子一样住在整个世界上的人们紧密的生活的这种状态 所以就翻译了一个名词叫地球村 而地球村的动力 形成的动力就是全球化 前面这个概念可以帮你理解一下 什么是把我们绑附在这个往上的力量 没错就是人类的科技的进步 这种通讯交通技术的进步 让我们生活的越来越紧密了 在过去五册的社会科教材里面 你不管从历史从地理从公民中学习到的观念 在在其实都是要告诉你 现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在什么地方演变的 然后现在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课文里面对于全球化的分析 它并不是枯燥的文字 它是想要引导你进入这个崭新的世界 因为资讯科技的发展 跟交通运输的便利 这是我刚提到的两大技术进步 让人们可以快速的传递讯息以及运输货物 甚至于人 旅行者 再来就是跨国贸易的扩大 以前的跨国贸易 那简直是费尽千辛万苦拿命去搏的 在地理大发现的初期 又叫大航海时代 因为当时的地理大发现是靠着帆船去航行世界各地的 帆船是人类在出现这个机械动力之前 最后一个靠锋利运作最大的一种建造物品 帆船是花费了人类几百年的时间 不断的来努力改进 而形成了一种很有智慧的交通工具 所以即使在很发达的今天 都还有人在做风帆船比赛 他们认为用帆船 藉由自然风的力量在移动 其实是一种很美的很艺术很棒的事情 这事实上也是 不过在那个用帆船运输物品的年代 要把一包胡椒从产地的东南亚运回欧洲 要将近两年的时间 要把一包茶叶从中国的福建或是台湾 运到美国东岸给北美洲的移民 放进茶壶里面冲泡出来喝 也要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当时的跨国贸易是一件很累很累的事情 人们多半都只是在自己有生活周遭 自给自主就算了 不过随着各种运输科技的进步 今天各位餐桌上面摆的食品 可能来自世界各地 这个我就不多加解释了 我想你们生活中都能感受得到 那么会有什么影响呢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 几乎来自于世界上所有不同地方的人 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我们也在为了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而努力 你越来越没有办法过以前那种生活方式 就是日出而做啦 日入而习啦 跟土地结合啦 然后这个落地归根啦 不太可能了 我们现在必须要跟世界上其他人一起互动 世界上各地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透过这个绵密的网 会把这些影响力传递到我们身上来 这个是你所生活的世界 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啦 人才资金商品资讯文化 在全球已经开始超越国界的流动了 现在影响我们最大的不是国家 而是这个世界不断在波动的各种全球化的现象 所以呢 这又造成另外一个专有名词 这个专有名词啊 这个专有名词啊 叫做相互依存的现象 也有人把它叫做全球关联 我们越来越没有办法 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 表现出一种置身事外的想法 就是啊 反正跟我没有关系啦 对不对 天高皇帝远啊 不 现在世界上的所有人几乎都连接在一起 不管你有没有感受到 这个全球关联的现象是没有办法否认的 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 你还要学什么呢 还要认识哪些现象呢 这就是这一整个系列啊 第六册的公民啊 要告诉各位的事实 那我先来讲一件事情好了 现在这个世界似乎一个成为一个整体的地球村 所以某一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 它的影响往往会跨越国界 造成千一法动全身的现象 这叫全球关联 那么有什么样的例子可以解释吗 举个说明的例子 在2008年的时候 美国啊 发生了金融海啸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呢 有机会我们在历史里面说 但是我先讲讲它的那个影响就好了 美国这个金融海啸啊 是美国的那些房地产的大公司们 炒作房地产所引发的 本来嘛 这是美国人自己要投机啊 那他们应该自行付出代价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是 当美国为了挽救这个危机 而决定要印刷大量的钞票 叫来挽救这个经济的困境的时候呢 它的决定却影响了整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们 怎么说呢 当美国人决定借出大笔的钱去拯救这些 因为投机房地产炒房子的这些公司 而印出来的大量钞票呢 其实不只有在美国流通 美国政府发行了这些新的钞票啊 藉由全世界互相亲密连接的网络 它扩散到了世界各地 所以造成什么结果呢 比如说从2009年之后啊 台湾的房地产跟台湾的各种物价 就开始一年一年一年不停的上涨 这种逐渐上涨的物价 夺走了很多人们的储蓄 生活变得越来越困苦 我们比以前更努力 我们加了更多的班 做更多的工作 而且也做出更好的成果 可是怎么觉得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呢 是我们的错吗 其实不是 是远在太平洋另外一边 有些人造成的结果 还有啊 在非洲的北部有几个国家 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呢 他们都处于一种 军事强权政府的控制之下 本来这个情况呢 也没有任何专家预测说 会发生变化 因为看起来就很稳定啊 可是没有想到啊 在2010年到2011年之间 因为美元大量的增加之后 导致全世界的小麦价格上涨 而伊斯兰世界的主食就是小麦 所以他们的物价上涨 对他们的伤害比 对我们还说还要更大 所以呢 很多人就开始生活不下去 于是引发了很多暴力事件 有一些暴力事件被政府镇压的过程 政府做的太过分 就引发了更大的反政府示威 最终居然推倒了几个 被认为是其实很稳定的 像什么利比亚啦 像什么埃及啦 像叙利亚这种 原本被认为是 不是叙利亚 应该是那个阿尔及利亚 然后还有一个是 算了管他了 反正都是伊斯兰世界 在这个事件中呢 被称之为阿拉伯之村的这个 重要的事件 或叫那个莫里华革命的事件里面 美国的大量印刷钞票 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背景 因素 所以什么叫牵一法动全身 当你远远的坐在地球上的 某一个角落的时候 其实你是跟其他人绑在一起的 而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这件事情对你的伤害 是会比较大的喔 所以接下来的教材 请你仔细用心的学习 因为在你离开学校 迈向新的旅程的时候 有这种对整个世界的 更新的更完整的认知 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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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